昨天你怎麼看說國民黨立委婦崑奇 說三姿小鼠覆合作話就變成豬頭三兄弟 那你會擔心說郭台銘變成放羊的孩子 讓大羊賴清的吃到羊群 我不對任何一個國民黨委員的講話去評論 這也不是主席的工作 但是我們還是一樣的呼籲大家 不用讓民進黨在那邊放鞭炮 不要在那邊幫民進黨的忙 因為唯有團結一致 唯有減少所有的障礙 增加所有的團結的助力 才能夠共同勝選 這是大家一起努力的 局長問一下 因為先前你選總統是有提到有名單曲的阿嬤 是希望出來 那昨天郭董你說又有個板橋的大姐 希望她出來會覺得她抄襲 你們不要記憶力這麼好吧 那麼多年前的成年往事 那我應該還是回到一個重點 大家名義都很清楚 超過六成以上的選民是希望能夠團結一致 我剛剛在接待外賓的時候 外賓也都很關心 我們非綠的陣營 泛藍的陣營 怎麼樣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共同勝選 郭董要約喝咖啡 那主席這邊之後會陪著侯市長一起去參加這場約會嗎 我還是一句老話 大家放下自我 如果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只有這樣才有可能團結勝選 如果只看自我 那就很難 金門紅雲點議長 他現在評估的態勢還是蠻明顯的 那因為明天侯市長就要出金門了 有沒有事先跟議長那邊來溝通一下 我想每一位 都是我們 都是希望大家能夠以大局為重 那最後一定會回歸 以大家都會共同團結支持 主席怎麼看郭董說媽祖不會同意中共軍營 那媽祖會同意他參選嗎 我不用每一句話都要評論吧 好 謝謝 主席怎麼看那個郭台銘董事長就是拋出這個三隻小豬的意義 希望大家一起喝咖啡 會不會覺得他這個概念就跟你當初提的非綠大聯盟是一樣的 我從今年年初就一再提到所謂在野一定要團結 我們一定要有一個像在野大聯盟或非綠大聯盟 那將來我們執政之後才會有一個執政大聯盟 那其實最大的目的就是台灣現在幾乎超過六成以上的民意 是希望要政黨人替 要下架今天這個貪腐無能的民進黨 而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只有放下自我 成功不必在我 而絕對不能夠 只有自我 成功一定要我 這樣的情況的話就沒有辦法團結 沒有辦法合作 那我們這個過程當中 大家能夠小我小一點 大我大一點 成功不必在我 成功一定有我 我們就能夠團結勝選 那我們總統候選人 侯市長今天也非常大氣的說 雖然多次拜訪郭董 到了他家都沒有辦法遇到郭董 他也非常有誠意的願意再去拜訪郭董 我們希望大家能夠團結一致 市長昨天郭台銘他有提出說要主流民意大聯盟 團結然後還說三隻小豬的 三隻小豬的都市 然後你認為你是大豬還是小豬 然後他說要找我們喝咖啡會願意過共 五月十七號 我接受國民黨徵召成為總統參選人以後 我親自三次登門拜訪 不得齊門而入 今 郭董也喝咖啡 禮貌上 我更應該展現更大的誠意 再次登門拜訪 謝謝 市長 您對於當初不得齊門而入好像有點在意齁 我其實我還要展現更大的誠意 不斷不斷的親自登門跟郭董來做請益 市長 那您有可能跟柯文哲合作嗎 因為感覺郭台銘一直想要促成藍白格 我是國民黨總統參選人 為了帶著所有團結的力量不分力高 我們全台灣向前行 市長 那三隻小豬誰來當大哥比較好 謝謝大家翻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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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因為昨天那個郭外面董事長在參會上面喊出說 要有柯文哲跟侯友宜跟他三個人 像三隻小豬一樣坐下來談 然後才能打敗賴清的這個大爺 那現在克主席之前已經很明確地講過了 就是說沒有要可能郭柯和這樣的計畫 那有可能這樣坐下來談主流民意大連 當然這是非常有趣的這個影域啦 或者比喻啦 那當然我認為當然就像剛才談 就是說其實在野的這個部分 或者是現在民眾認為說其實現在執政不利 希望這個要下架這個民進黨這個部分 我覺得它還是一個主流的這個聲音 那當然這個在野的這個部分 當然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比較分裂的這個盤勢 那當然他們如何有效去整合 當然這是一個很好的概念啦 那當然只是說郭董事長現在提出這個 當然我也承認有技術上這個操作上的這個困難 就是說到底概念雖然不錯 但是怎麼去實際的去運作化 或者是怎麼去落實 當然這個地方可能還要需要一些時間 議員我們是想要問說 就是最近這個郭台銘連順兩份民調 包括這個風灘跟台灣民意基金會 呈現這個四卡多的狀態 那他都是聲量都是下滑 會不會覺得郭台銘是已經有一點消風的狀態 我相信他自己在努力的過程當中 也會感受到不管是民調也好 或者是民眾的這個 或者是民眾的這個熱誠是增加或是減退 那主要我們還是希望說 國民黨這個整個泛藍體系 大家能夠團結一致對外 那整合出一組最能夠有機會 這個打贏賴清德的人為原則 那目前呢 如果今天這個郭台銘他最後沒有參選 那能夠加入國民黨或侯友宜的陣營一起 那針對政黨輪替國會過半做努力的話 我相信這是很多人的心願 所以我們應該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 那目前看到侯友宜的民調有所好轉 在美麗島電子報的民調上面 也這個跟柯文哲在誤差範圍 但小小的超過了這個柯文哲 那我相信藍營的士氣也會大震 那未來侯友宜在中南部的知名度 如果能夠持續的提高的話 他的民調也有可能會好轉 那很多藍營的民眾都還在期待 議員你覺得在這個狀態之下 郭台銘參選的可能性還高嗎 我覺得他還是有在考慮的 因為包含現在丟出一些比如說 副首的人選啊 然後這些都是等於說他們正在決定說 那可能要找誰一起搭配副總統的候選人 然後去做連署 可是呢真正登記是在11月22號 所以到底這個會不會最後去連署 我覺得還不知道 所以我認為國民黨是我們大家可以積極努力到最後一刻 能夠團結更多的力量 我們一定是努力到底 團結更多的力量 國會過半下架民進黨 為我們2024年主要的目標 議員你覺得如果郭台銘一直維持 在這個拉弓不設計的狀態下 假設一直到9月的話 是不是對他也是一種傷害 其實我覺得他慢慢就是會去思考到說 那大家共同對為中華民國好 然後大家共同希望下架民進黨 那該怎麼做 所以我覺得可能有時候大家不太急 時間到了自然會水到渠成 這也是朱立倫主席說的 我想從5月17號開始 郭董在跟國民黨之間 那麼可能還是有很多的誤會 那我們也看到有些可能是由第三人放話 或者是在媒體上的這個隔空來講話 所以我還是會希望就是主旗試者 能夠大家能夠平心盡氣坐下來談 那麼當然還是非常希望 最後郭台銘董事長 能夠選擇跟國民黨來做合作 郭台銘跟議員說 合作是國民黨不要不是他不要 是不是代表他未來可能不會支持你 也不會歸對 我們都會團結所有的力量 努力的往前走 讓做了不好的民進黨下降政黨人體